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录这个基础的数位图像知识 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新的内容 我们在教的过程中是以JIMP这个软体 它就是类似Photoshop这样的软体来说明 但这个概念不是这个软体专用的 那是所有的数位图像 数位图像就是这样子的规矩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是不同软体follow着以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在不同软体自行去设计 所以不同软体可能会有它的操作界面上的差别 但数位图像的逻辑基础概念是一致的 你不是说学这个东西别了就没得用 不是原理一谋一样 这原理一谋一样那你首先要去理解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个 叫做图像 一般而言我们也会说画布 图像跟图层 layer 英文叫layer kennibus 不管软正中文就是这样图像跟图层很不一样 你先把它记起来 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概念是这样子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往下讲一下各位 这里有很多照片 对不对 这里有很多照片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张好不好 随便找一张 找这一张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一照片就出来了 电脑怎么界定照片 为什么这边是黑的 这边是这样什么意思 那你拉来拉去还会拉 拉来拉去 怎么又又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我黑有这个东西 我们先不管 你先知道大家有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要来处理一个问题 首先 怎么样让照片在荧幕上被你看到 你要定义 你要定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 就是东西要跑出来的地方 这个叫区域 我的电脑有一个比例 或者大小 这个地方我要 我的照片只能在这个地方呈现 这个之外的通通不能呈现 看到没有 所以有黑色 反正就是有个固定的区域 让你要的图像可以跑出来 合理吧 一定是这样子 有个固定的区域 我要先有个固定的区域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图像 这个叫图像 就是有个区域 我电脑先define define一个位置 一个空间 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它要把画面出现 那当然有些比例上的收放在讲 我们一般电脑要先定义一个空间 所有的画面 画面 我要看到的画面 只能够在这个定义的空间里面出现 这个定义的空间之外的 一概不会出现 这是首先 你要理解的 这样懂了吗 基本上你要理解 好 那如果这个东西懂的话呢 那你如果这个东西懂的话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来看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我们define一个东西出来了 这个地方叫图像或者画布 什么图层呢 我在你把它想象成 这个地方是电脑定义的一个位置要出现的 什么要图层 你把它想象成压克力 我有一个压克力板 有两个压克力板 然后有三个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一层一层一层的跌上去 那不管压克力板怎么跌 只有这个地方会被呈现 知道吗 只有因为你跌压克力板的时候 跌起来有时候位置不太一样 你不管 就只有这个被定位的地方 才能够呈现出来 到目前你可能乱掉了 没关系 然后 来看一下 Shift F9 好 然后呢 OK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 回到 如果刚才讲的那个概念你都有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Shift F9 这个东西来 我们先不管 各位 我先把它缩小 各位你可以看到缩小 我先把这个图层 希望你要懂 第一层 第一层 没看到背景层 背景 它写个背景 通常背景 你看看这边会有背景 也不管 你先不用管 反正呢 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大小 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一层 就是这一层 这一层比它大 这个图层比它所看到的地方 你点这一层黄黄的地方跑出来就表示图层 点这一层 有没有 我点这一层 图层很大 有没有 我的图层这么高 怎么看不到 这个两眼睛要打开 眼睛打开就看到了 看到了 眼睛打开 那这个呢 图层这么小 黄黄的这么小 你看不到 眼睛打开 这么小 所以你就会知道 黄色是告诉你 这个白色就是说 这个白色就是说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我来定义为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呈现 懂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只有这个地方看得到 你要按这里 黄黄的才会跑出来 只有这里看得到 可是我的图层比它大 这什么意思呢 点这个图层 点这个地方 最左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移动 然后移动图层 移动图层 移动图层 你看看 看到没有 就是说 我这个压克力板 我这个压克力板很大 这个地方是电脑定义 它能够呈现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移动压克力板 让 让 这个地方被呈现 有没有 但是 我这个图层的 这个地方被呈现 但这个 图像 这个地方叫图像 影像 或者影像 或者画布都行 你说影像 或者画布 影像跟画布 这一个功能区 其实就是在讲 我定义为 定义为可以出现的地方 我定义为可以出现的地方 这样看懂了吗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比方说这边 有没有 我这个图层这么小 可是这个地方可见的 我可 电脑可以秀出来的 这么大 就是说我定义为这么大 可是我这个图层这么小 所以我移动图层 有没有 我的图层就可以移动 这样懂了吗 这就是所谓 图层 跟 图层 刚才我们讲 这一层一层 压克力板 一层一层一层 这个叫图层 这个叫影像 影像就是说 我定义为 可以被看到的区域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你先把这两个逻辑概念 弄出来 就会是这样 所以通常我们会这样看 我们会按它 你看到知道 黄黄的 表示说 我这个图层的面积 比什么 比影像大 那我再点这个地方 就跑出来了 把它关掉 原来 我让它看到 我在点它 我这个图层的面积这么大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图层呢 还有一些地方 你没有看到 因为它在我们定义 的影像的范围之外 那你怎么看到它 就移动它 移动它 看到没有 是移动它 你移动它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懂吗 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个一个 核心概念 基本上要理解的核心概念 好 那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 那 点它呢 我可以看到的地方是这样子 我能不能更改 可以看到的面积 可不可以更改 可以啊 那你图层 不管按哪一层都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要更动的是 可看见的这个影像的地方 影像 就是说我可看见的区域 我要更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里可以影像 这里有一个画布的尺寸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那个定义 怎么去定义 懂吗 好 我之前在做的时候把它定义为 我把它定义大一点 好不好 2000 然后呢 这个地方跟它定义为 1200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仔细看一下这边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灰色的框 我现在 可以看到的面积 我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面积 重新被设定的比较大 我这个白色是之前 之前那个图层的内容是白色 那我如果把它按G中 Center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可见的面积 之前上面那个图层 我把它放到中间 就是这样子 各位 你这个地方第一次刚开始学 不是很清楚的话 注意一下 这里有看到按5 你就不用管 按5就是说 我在设计我的可见区域 也就是影像的时候 我影像或者可见区域的变大或缩小 都跟图层无关 都跟图层无关 所以按了5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尺寸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可视的面积 我们刚才是不是加大了 对啊 可视的面积加大了 这个图层是原来的图层 就是这样子 你在看 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是不是又变得不一样 可视的面积加大了 但是图层 你通通再把它按出来 就是这样 这图层 点这个地方 可视的面积加大了 对啊 图层 移动图层就好 懂吗 这个就是可视的面积 然后可视的面积 可不可以缩小 当然可以啊 可视的面积可不可以缩小 你其实随便整个地方点一下也行 点一下啊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影像 影像跟图层你要知道啊 影像就是可视的地方 刚才我们是画布尺寸 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把它缩小 缩小成1000 很小呢 好这个再写成600 注意我这个地方没有 按下去哦 按下去这两个会连结 或同比例 那我现在不要啊 所以你看看 我们现在变这么小 有没有 我们现在变这么小 可视面积变小了啊 你当然可以不要按center 我习惯按center 没有 可视面积变小了 是这样子啊 好 调整尺寸 有没有看到 我的可视面积变小了 所以你按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的可视面积变小了 啊我这个白色的图层 图层保留像原来那么大吗 这样看懂了吗 这个地方 哎 没有 这个就 搭回来 对不对 可视面积变小 这是图层 这样了解所谓可视面积啊 所谓的可视面积 或者说所谓的影像 跟图层之间的关系了吗 你先了解这个东西 好 好 那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就你这个观念上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重新来 从头开始教啊 档案 我们新增 所以你按新增的时候 电脑一定告诉你 你要设计这个东西 你可视面积是多少 懂吗 可视面积是多少 那19201080是一般我们在做video的 因为我们常常这个配合video就是这样子确定 OK 可视面积出来了啊 然后你可以按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导览啊导览就收小啦放大可以用啊这个叫导览这个怎么出来按这里 这里按这个啦这个然后在那个加入分页啊加入分页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导览你按下去就有了啊就就跑出来了啊就是导览就跑出来了啊你看我两个了对 本来就有了啊再把它删掉对不对 好等一下没关系有空我再拿掉这个叫导览啊 缩小就这样放大 这个是19201080我们的可视面积懂吗好 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抓图片我现在抓图片啊我习惯在这个地方抓图片啊比方说我随便抓一张就抓这一张 抓抓这一张好了这张我最近有在用 保持 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在可视面积啊这个地方是可视面积也有一个图层哦第一个图层了他 第一个不但是决定这一个不但决定了可视面积的大小他同时也给你补上了一个白色以白色为白色的图层啊那这个是所以那这个是图层没有看到你按这个地方按这个图层没有看到我的图层黄色的线我的图层比可视面积 大你如果按白的就表示什么我的图层跟可视面积刚好一模一样啊你卡关掉就看不到了是 就这样子好那我架在一个较小的这个是比较小的啊你看是比较小的看就知道出来跑出来的这边 好小啊你点它黄黄的在这个地方这就知道图层那么大可视的面积这么大你图层这么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假设这样子啊那你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啊那老师那那假设这样子啊我假设这样子好不好我抓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啊比方说这个很长对我们这样抓进来喔这么长对不对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啊 这个是可视面积这个是我们的图层啊这个图层很大然后移动我们我们常常移动图层移动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啊面哦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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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就是我要的懂吗 我这个图层这么大里面很多内容这个内容的这个部分是我要的而这个部分刚好跟可视面积这个在这个地方呈现嘛那那你如果说我不要我不要图层这么大了我的图层可不可以就就跟他一样大可以啊点他按右键你有没有看到图层你要懂你的概念呢不是影像是图层你有没有看到令图层合乎图片的尺寸图片就是指可视面积 啊你看这个地方翻的蛮讨厌他可能是影像可能是画布可能是图片不管就是可视面积就是可视面积啊可视面积不可能啊我的图层本来很大现在我的图层砍了我的图层的大小跟可视面积一样大这样懂了吗啊所以我如果移动他我现在如果移动他就跑出来了啊是不是叫这样子因为你 你大小是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你會了嘛 所以一個是調整 塗層 一個是調整塗層 等它 塗層 你也可以按這個地方塗層 最常用的啦 你先學這兩個就好 因為基本 令塗層合乎尺片的尺寸 因為我把它移動 我有移動 比方說這一個 沒有 塗層這麼大 我想把它移動 移動到 移動到 移動到這樣子就好 白色的這個也沒有辦法 你如果把這個下面這個也關掉 我這個塗層就只有這邊要出現 懂嗎 我的塗層只有這邊要呈現 你把下面 這是第一層 這是第一層 你看我把第一層 第一層關掉的時候 第一層關掉的時候 可視面積就出來了 只不過說那可視面積就是變成透明的 我通常習慣這樣 不過也沒關係 我原本這個塗層 我就有這個地方要顯現 怎麼顯現 一樣 講過了 按這個地方 塗層 令塗層合乎圖片尺寸 有沒有 就是 在我看到的地方 在我看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 那 它就 它就出來了 基本上 它就出來了 看到沒有 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 塗層 令塗層合乎圖片尺寸 有沒有 那怎麼會加白對不對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為它 還記不記得我們講過了 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加入透明色板 所以它自動會有白色補漆 哎呦 你不用 希望前面概念有 不過反正有減了就對了 有減了 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 這樣懂了嗎 一個是調整圖層 一個是調整圖層 一個是調整可視面積 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把它關掉 那我們再來看 希望你還沒亂掉 剛才我們是從這個地方興建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不是興建 你直接就拉一個照片進來的話 你如果直接拉一個照片進來的話 第一層 第一層 這一層就是可視面積 你在什麼都沒有都拉進來 它的可視面積在這個地方 它的可視面積就是這個地方 它這一張照片的大小就被定義為可視面積 懂嗎 就被定義為可視面積 可視面積有了還記不記得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點它移動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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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移動了 是不是這樣子 它基本上就是移 它就是移動了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就是可視面積 第一層 一樣是圖層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 看出來了 好 然後我們剛才我講過了 如果你有之前學的 學的概念 好 你看我加入透明色版就表示什麼 可以加入就表示它是有背景色的 背景色還在 背景色是白色 所以我把它加入透明色版之後 加入透明色版就是我不要背景色的 我不要背景色的這個白色的我不要背景色的 所以按右鍵 圖層有沒有 令圖層合乎圖片尺寸有沒有 這個白色就不見了 剛才我們不是加起來有白色嗎 希望那個概念也有 那是因為 這一張照片呢 這一張照片本來就有背景色了 所以我們要記得加入透明色版 讓背景色的作用去掉 沒有背景色的作用自然就會有 讓透明的出來 我也只能這麼講 不管你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 還可以再隨便抓一張圖 比方說再抓這一張 這一張一樣很大 剛才看過的 就進來 我沒有看到 收小一下 一樣嘛 塗層又來了 這是塗層 這是塗層 然後這個是可視面積 可視面積 可視面積就在這個地方 那按這個地方 塗層這麼大 然後我們就可以 移動塗層 移動到你要的 移動到你要的 好 這個就是塗層跟可視面積 也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塗層 跟可視面積 可是 通常可視面積跟第一個塗層會一樣大 當然未必啦 我們剛才就弄過了 好 反正兩個概念 第一個先定義可視面積 都大小 可視面積可以變動 在影像 畫布尺寸的地方 可以決定可視面積 好 那可視面積的之後呢 就有塗層 一層一層疊上去 好 那是第一層 這是第二層 那就是這樣子 第一層 第一層它在這裡 第二層 這麼大 那都在可視面積裡面呈現 好 我們今天就最簡單最基礎的 交到這個地方 那希望你有掌握到 所謂的 所以它把它單獨拉出來 影像 跟圖層這兩個概念 那還有很多 有的沒有的 這個你先把它概念懂了 你再去學看看 就會更容易懂 那因為我教過了 你也可以到我以前的 video看一下 這個核心概念掌握了 我在教其他這些操作的時候 你就會懂了 基本上你就會懂了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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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